印度孤儿之母 新渡泰萨普卡尔 战胜难部歹病 活出思丑人生 新渡泰萨普卡尔 荣获全球750多项慈善奖章 印度三位总统奖章 的肯定 一位最伟大的母亲 四十多年如一日 创办四所孤儿宴 缩养1400多位孤儿 还有282个女婿 49个儿媳 和适与千计的孙子孙女 更栽培她们出人头地 也有喜喜多多 当上医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 在印度以至全球各地回馈社会 如今她年近七十岁 九岁被迫错学 十岁被逼嫁做童养席 二十岁被丈夫遗弃 还被亲生父母寄之棉外 曾到处接头入室 要靠乞讨卖畅为生 她亲生父母为她起名一块烂布 但迄今她已把苦难化为爱 把歹病翻转为传奇 进而活出疏仇一般规律的人生 她永远不忍见到任何孩子被移去 就算是那些被丢弃在垃圾桶的智能障碍孩子 或是从小在街头以流浪国为伴 连话都不会讲的可怜孩子 每位都是她的心肝宝贝 游是新肚胎萨普卡尔 非常感恩饥饿 教会她说话 痛苦教会她唱歌 助人教会她放弃自杀 陪伴孩子成长 教会她热爱生命 她战胜烂布歹病 活出疏仇人生 见证生命是一场又一场 关于爱的接力赛永远没有终点 而她是这场心头缘续中感言自身的一棒 不愧为孤儿之母